定点发射火箭炮 步兵型进阶射击 还有跨过崎岖路面的坦克 为军队阵型坐镇掩护 镜头甚至在战车上 跟着这一大批乌克兰士兵 在去年9月份已经收复的哈尔科夫 进行反攻被镇掩 GNN指出被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虽然比去年刚开战的时候少 却还是占了乌克兰的17% 乌克兰将领表示 哈尔科夫乌军的备战 就是计划从库皮扬斯克往东方向 希望进一步收复卢干斯克和南边的盾内刺客 但目前最大问题还是炮弹不够 乌克兰总统泽陆斯基心心念念的西方战机 现在依旧没有捕 拜登接受专访表示 乌军现在最需要的是坦克 大炮 甚至是更多海马斯防空系统 尤其在俄军狂轰猛炸下 哈尔科夫近郊城市沙尔提夫卡 原本有30万人口如今成了一座空城 环顾四周大楼都有炮弹炸过的痕迹 居民回到这里只有百感交集 一年下来光是哈尔科夫一座墓园 就多了15排新的墓穴 居民无奈地看着一张张丧生者的遗像 感叹表示这宛如噩梦 在真实世界中活生生上演 TVBS新闻中文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